请不吝点赞 我该走了 杭将军 练兵一定很辛苦 如今没有战事 你一定要注意身体 千万不要太拼命了 经常要我哪儿也还有 你要是用完了 我就给你送过去 对不起 是我多管闲事了 你带兵这么多年 肯定什么都知道 你不结巴了 第一次听你不结巴 一口气说了这么多话 后悔有期 后悔有期 winner 后悔有期 不 一声 这是 这对不起 杭将军 杭将军 参见杭将军 杭将军 唤唤 好 就算这一路 兜兜穿长 也曾� cleaning 你是在茫茫日海 走眼回白转千回 颠沛琉璃也无缘 这一生相濡一抹 你是我的牵绊 或许是我曾经的倔强 独自承受心酸 你总是习惯隐藏 秋迟 我们到底在等什么呀 还记得我让贾善军 写的那封信吗 你说写给幕后主使的那封 离开青州之前 我已经用他的新歌 记了出来 接下来就是验证成果的时候 小的没能顺利完成任务 请您恕罪 你是怎么从牢里逃出来的 装病啊 他们派了两个手下 和一个大夫看着我 我就把他们给杀了 然后就逃了出来 不过小的现在 实在是走投无路了 请您收留 收留您 好啊 干啥呢 装神弄鬼 还让不让人睡了 不让人睡了 降到一时 我会让人睡觉 要是离开 你 什么事 我希望是要是 听起来的 听起来的 你 这 我 我 我 走 追 追 如何 确实不是那个假的 而是圈套 对方有两个人 可否看清两人面目 夜里太黑了 但一个是鞭子 一个用弹弓 骆秋迟 闻人隽 父亲 老俊 怎么突然回来了 回来拿点东西 这就准备回书院了 吃了早饭再走吧 行 去承晚舟来 是 闻人公 对了 父亲 昨天听说 您发了好大一通火 为什么呀 还不是那个陆行云啊 你说他走就走啊 是不是 他走的呢 还拎了我一瓶上好的女儿红 你说他有没有规矩啊 我看父亲啊 就是师父一走 您反倒舍不得了 瞎吵什么啊你 我看你 父亲 那个文书仪式 查得怎么样了 这几天呢 我采与了护部库中的文书 所有假冒我的名义 那些文书啊 不是支取 就是偷换金额 我再算一算 前后加起来 估计超过几十万钱 几十万钱 那这要是查不出的话 不都得扣在父亲您的头上吗 所以啊 我得尽快把这个人找到 昨晚 就不应该让那个人跑了 否则现在 可能就知道 是谁在冒充您了 昨晚怎么了 昨晚骆秋迟 假扮成张和亮 说自己成功越狱 引来那个人的手下 本以为我们能抓住他的 结果一不小心 还是让那个人给跑了 这么危险的是 他 他 他竟然带上你去 这简直是胡闹嘛 他 父亲 您别生气 再说您看我 这不好好的嘛 一点事都没有 你要有什么事 我还饶得了他吗 父亲 您 是不是不喜欢骆秋迟啊 没有 那就是喜欢啦 没有 没有 您 不会是在记恨 他误会您的事吧 你父亲我是这样的人吗 你这要是正常的事呢 不然你给人家是因为 这家人的事 我还是在记恨 你给我点吃的吗 老板娘 来两个饼 好 秋迟 你刚刚为什么不让我帮他 他那么可怜 你的饼 慢点往 谢谢 小姑娘 来看看啊 你帮了他一顿 那下一顿呢 给我来两个饼 你帮了他一个人 那其他的灾民呢 你有想过吗 可你刚刚不还给他 买了个饼吗 又有什么区别啊 那不一样 我给他买饼 是救他的命 你给他一袋钱 那很可能就要了他的命 为什么 小心带来啊 我给他一个饼 他吃完了就吃完了 但如果你给他 这么一袋袋钱 他就会被一些 有歹念的人追 好一点的 可能会哄骗他 但恶劣一点 慢走啊 姑娘 很可能会毒打他 甚至可能把他打死 你刚吃过的 热乎 像他这种没亲没故的小孩 就算死在大街上 也没有人会多看他一眼 您拿好啊 秋迟 你是不是又想起 你小时候了 这小孩聪明了呢 刚刚明明是我救了他 他却一直哭着吵着求你 因为他看出来 你比我好说话 像他这种机灵劲 你还怕他会活不下去啊 说来说去啊 你不就是因为他求了 我没有求你吗 真是小心眼 说完 走吧 行吧 行吧 我来结账 秋迟 我钱袋不见了 刚刚还在 完了 可能是那小子 秋迟 你别那么凶嘛 你再吓着人家孩子了 怎么办 行了 走吧 跑这么快 快跑啊 臭小子 算了算了 秋迟 别追了 这么久了 人估计早就跑没影了 看在他那么小 又那么可怜 这个钱袋 就当我送给他的了 就是因为他小 他可怜 我才不希望他变成这个样子 慢走啊 算了吧 算了 放过他 老板娘 结账 来了 客官 四文钱 谢谢您啊 走吧 等等 新出过了饼啊 小妹 儿子 你可以啊 给父亲争气了 谢谢父亲 不错 不错 小妹 父亲 哥 清禾 先见过新上任的仓部主事 哥 你升职了 那是 父亲 你这次肯定花了不少钱吧 小妹 来 哥告诉你花了多少钱 回来 回来 让你个小丫头诺 您 父亲 您看他又欺负我 青草 咱们家是先开始花了钱嘛 但是架不住青草 勤奋刻苦 克尽职守 积极向上是吧 这 你从去年七月 进入到户部开始 到现在 这才几个月呀 父亲 七月到八月是一个月 八月到九月是两个月 行了 行了 儿子 别算了 总之啊 是好样的 谢谢父亲 父亲 这回升职 可是燕公主动提出的 这青草不算 青水是礼部郎中 青石听说也要升任了 我倒还想看看 咱们族中 有没有动事的小辈 父亲 这户部 礼部 吏部 都有咱赵家人了 还不够啊 不够 不够 这次打我发家来到都城 这些朝官们 见了我表面上都是笑嘻嘻的 可打心里 鄙视我的狠 就连清禾到书院读书 也遭人口舌 为什么呢 不就因为你父亲 我是商骨吗 这下可好了 你们几个小子 争气呀 可见哪 要想在朝中稳固 还得人盯兴旺才是啊 是 父亲 清禾 你的婚事 父亲 你的婚事 哥 那个 我还要去上课 你们先聊 我先走了 清禾 你别跑啊 还没给你找如意郎君呢 这孩子 父亲 最近户部比较忙 孩儿也先告辞了 好孩子 不愧燕宫这么提携你 快去吧 是 父亲了 手您好的交给我 姐夫 姐夫 今日你不是应该 前往宫中吗 相作的镇赞款 你何时发出来 赵青草 好 是 闻人公 香州的赈载款 你何时发出的 燕宫告知的当下 下官就已经发出了 应该是 十天前 姐夫 十天前就已经发出了 十天前 那就奇怪了 这赈载款 都是由快忙运送 应该早就到了 怎么回事 闻人公 您说的是不是 今日进京的灾民 是不是因为他们 过早地离开了香州 所以 就没有领到赈载款 这没你事了 去干活去吧 是 这几天啊 你多注意一下 朝廷的消息 我相信很快就有命令 会挪一笔赈载款 来救济那些灾民了 是 你带几个人到城门口去 寻访一下这些灾民 把实际的情况 上报给我 马什么 是 必须亲自去 必须亲自去 慢点 慢点 太臭了 太臭了 咱们回去吧 求求您了 心情好好给点吃的吧 心情好好给点吃的吧 钱 钱 钱 谢谢公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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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说多谢雁公 谢谢雁公 谢谢雁公 是我 谢谢雁公 谢谢雁公 谢谢 谢谢 走了吧 走了吗 走了 我帽子这么着 你看看 这儿 这儿 真是一帮恶鬼 写什么了吗 雁公 灾民的情况 远比我预想得要严重得多 我要尽快如实地汇报给雁人公 确实很严重 你就这么写 你说 灾民过多 时有暴动 不少独城百姓受到牵连 可 可我没有看到灾民暴动啊 怎么没有 我都快被撕碎了 你看不见吗 让你写就写 哪儿那么多废话 颜公 这可是谎暴灾情 是要杀头的呀 你想不想帮他们 想 你要不这么写 朝廷怎么给钱 朝廷不发钱 怎么帮他们 原来如此啊 学聪明点儿 是 走走走走 走啊 什么呢 天后 天后去 天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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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给我出去 天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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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 过去 你要干什么 把他给我围下 都围下 快 住手 我爸 唐将军 你们可算来了 这是干什么 把这些乞丐 都赶到城外去 把这些乞丐 什么乞丐啊 他们都是灾民 听见没有 这是灾民 谁让你们这么做的 可确是 宫里下达的命令 我现在进宫一趟 你们在这儿给我挡着 将军 挡谁啊 任何人 只要有人动手 就给我抓起来 出了问题 我杭如雪负责 是 杭将军 朕 上 张大爷的说的事 是 是 是 这边是赖商区 赖行赖国 康亲王 杭将军 不在城外守着 怎么来这里了 灾民也是我朝的子民 如今他们有难 我们身为朝官 理应好好安顿 杭如雪啊 杭如雪啊 你身为将军 只管带兵打仗 完成朝廷指派的任务即可 至于制定什么任务 那是我们的事 不是你该管的事 所以你们的任务 就是置本朝子民的生死于不顾吗 骆秋迟 你个小小的书生 不过得了陛下的一个玉牌 竟敢对本王出言不逊 康亲王是真的觉得我出言不逊 还是被我说中了 恼羞成怒我 我的兵可以抵外安内 但绝对不会对付我朝的子民 所以恳请康亲王收回成命 你们是不是觉得 你们心怀天下 比我朝所有官员都要高尚 那我问你们 你们想过都城的百姓吗 一旦那些灾民全都放下来 那都城的百姓吃什么喝什么 倘若那些灾民一旦起了贪念 偷盗 寻衅 扰乱了都城百姓的生活 伤及都城百姓的性命 谁来负责 是你骆秋迟 还是你杭如雪 为民请命 不能光靠所谓的善良正义 满脑子鸡血横冲直撞 那不是官 那是矛头小子 我们走 等等 你口口声声说 是为都城的百姓 但你可否问我 都城的百姓 是否愿意接济灾民 为官可以不善良正直 但为人可以 我警告你们啊 但凡我在城中 看到任何一个灾民 我拿你们俩试问 康亲王 你我素未谋面 你居然能一眼就认出我 我们走 我们走 秋迟 这下可怎么办啊 想让康亲王受回长命 已经不太可能了 先回去 从上记忆吧 我倒是有一个办法 绑了康亲王 严逼他更改政令 坐坐坐 送上记忆 等等 清禾 我们也 这边 来 跟上啊 这边 你就放这儿吧 这 好了 放这儿就行了 姐姐一会儿 就给你找吃的 来 清禾 谢谢啊 清禾 来 过去帮忙 来 这边 好 这都是你安排的 时间仓促 还是有些简陋了 我知道 你在上课的时候说过 助人为乐 绝不是钱能解决的 可是 你们可以和康亲王 距离力争 可以保护他们 而我出了钱 实在不知道 能帮上什么忙了 秋迟 我们别站着了 我们去那边帮忙 走走走 你是不是觉得 以我的能力 没有办法处理这件事情 不 不是的 不是 是 但我绝对没有 看不起你的意思 我杭家 是带为将 我从来没有怀疑过 朝廷的命令 但今天 我有点不太确定 好 行 行 行 这儿 这儿没办法 这儿 这儿没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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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开一批 再开一批 来人 把这些撤了 我看谁敢 都给我住手 康书协 骆秋迟 你们好大的胆子 竟敢忤逆本王的命令 我们并没有违抗你的命令 你看这灾民 都在这儿待着呢 这不正如你所愿吗 黄若萱 你身为朝廷命官 也跟着他们胡闹 康亲王误会了 本将遵从指令 把守城门 不会放任何一个灾民进场 也不会让任何人 出城驱赶他们 对 康书协本王命令 把他们赶走 越远越好 谁怎么这么黑呢 真是不把我们当人看的 康亲王 这都是灾民 听他的话 大家都知道 康亲王下令说 把灾民拒之门外 现在灾民都老是待在这儿 康亲王又说 要把他们赶走 这要是让天下人都知道 康亲王出尔反尔 说话不算话 那岂不微信全无了 就是 这什么关系啊 这什么关系啊 这太关系啊 这太关系啊 这喝个关啊 这哪有什么关系啊 说话算数啊 就是啊 就是这样啊 你这要这么个关系啊 你以为我怕你 就是吧 少说那些废话 我还是那句话 好 倘若我在城中 见到一个灾民 影响了城中百姓的生活 我拿你们几个试问 是 驾 好 行啦 接着干 走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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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禾 走吧 我们大家 一起去帮他们搭帐篷吧 走吧 走 来 给我撑点 这样 拿好 好 谢谢 婆婆 我来帮你吧 娘 给您喝 娘不饿 你快就喝了 趁热快喝了 婆婆 谢谢啊 你们为什么不留在香州呢 香州应该有不少赈载款吧 来 我帮你 哪有什么赈载款啊 发到每户的手上 不过巴掌大的馒头而已 我们这些人哪儿够吃啊 可我明明听父亲说 应该有不少赈载款的呀 那 没事 婆婆 你们既然来了 就安心留在这儿 都城的百姓 都是善良的好人 放心吧 大哥 臭小子 喂 傻子呀 还往哪儿跑啊 秋迟 那个 婆婆 不好意思 我先走了啊 还想跑 是你 哥哥 我好饿 没关系 先吃饭了 来 你们进去吃 加油 谢谢哥哥 哥 我也 我饿了 你们俩盖草过来吧 来 你们俩哥 来帮忙 好 好吃 你们俩都在这儿了 请你们不要把我抓起来 我走了 他们就要饿死了 好 吃 好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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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操好了啊 别被别人看见了 记住啊 不是我给你弄 来 谢谢哥哥 从今以后 以后不许再 小弟弟 你怎么了 我 累了吧 休息一会儿 秋迟 你是不是累了呀 要不然我一个人来吧 反正我也能办得动 我累 我是个男人 我怎么可能会累呢 等一下 这 这什么东西啊 这里面就衣服 怎么了 衣服 这么多衣服 我怕冷 不行吗 这好像有什么声音啊 你听不听见啊 我也好像听见 这怎么还有声音啊 有吗 你听错了吧 不行 你们俩搞什么鬼 打开给我看看 谁知道你们带了什么东西进来 谁知道你们带了什么东西进来 要是有什么见不得人的东西 我必须得知慧思成一手 给我打开 想看是吧 我告诉你 我实话告诉你 这里面都是我的贴身衣物 要看吗 给你看 你就当着大家的面一起看啊 让大家看一看 闻人家的女公子 是怎么对一个男子的衣物 上下其手的 你闭嘴 不看 让开 我们去 我真的听见了 嗯 快快 快 你说憋了这么久 不会憋坏了吧 你摸摸看 我不好意思 秋迟 你说刚刚我姐姐 不会起疑心了吧 要是被她发现了 可怎么办啊 管她呢 先把衣服脱 好 小弟弟 你醒了 还难受吗 我没事 谢谢姐姐 别装可怜啊 我不吃这一套 秋迟他是真的难受 真难受 谁知道他是不是怕 我追究他偷东西的事 小弟弟 你别害怕 告诉姐姐 你叫什么名字 我叫小湛 小湛 那你再乖乖睡一会儿 好不好 可我的弟弟妹妹妹 放心 姐姐都给你安顿好了 乖 都告诉你 不要管这谈的烂事 你说这万一被发现了 康亲王肯定会姐弟发回 那能怎么办 我们要是不管他 他病得更重了怎么办 现在那个康亲王 派了那么多官兵 来追查灾民 大夫也不肯收他 更不能将他安置在客栈里 这么小的孩子 万一以后落下了病根 就不好治了 哪儿那么娇气 谁不是那么过来的 好了 你快去把水跟药拿来 你就是这么烂好人 一点土匪风格都没有 怎么当我压代夫人 快去 闻人隽 开门 你来干什么 司成 骆秋迟就在里头 骆秋迟和闻人隽两个人 罔顾孝规 行苟且之事 闻人书 在事情没有搞清楚之前 不可妄下结论啊 宣博士 他不敢开门便是心里有鬼 这已经是摆明的事实 这 来 你让开 来 骆秋迟 开门 我是司成 怎么办 他们都来了 我先出去 不行 会被发现的 这肯定是要解释的 不解释会更麻烦 可是 可是什么呀 一定要解释 不行 秋迟不行 迟早走 这 这怎么回事啊 司成 骆秋迟 这闻人隽 怎么会在你的房间 你跟大家说清楚 就是啊 怎么还在这个房间里呢 这都什么时候了 还不如实地说啊 这怎么办 是啊 我相信你们 说实话 快说呀 我 我们 你们是谁呀 你们看 孩子都这么大了 我要不是 你们看 没有没有没有 你们千万不要误会 事情是这样的 我们发现小湛的时候 他已经病得很严重了 但城郊帐篷的环境 实在太差 而且根本就没有人照顾他 所以我们就想着 先把他带回来 让他安顿一下 既然如此 为何不把实情 告诉大家 因为朝廷已经下令 不准任何一个灾民 进入都城 说他们身上不干净 小湛他只是生病了而已 他只需调养几日就好 谁都知道灾情之后 定有大批灾民 说不定 他会偷大家的东西 填饱自己的肚子 有什么办法吗 有什么办法 说不定他身上的病 也是装的 你看看 不把大家都连累了 你就不罢休是不是 我说过了 他真的生病了 我问过大夫了 谁知道你说的 是不是实话 你 好了 你们都别争了 我知道 你们这么做 都是因为好心 但是司成是朝廷命官 我总不能是朝廷的法度而不顾吧 这钱就算是书院 给孩子看病的吧 可 可是司成 拿着 给 谢司成 但是 但是 这个孩子 必须离开书院 记住 下午之前 让这孩子出去 司成 走吧 欧阳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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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求求您了 司成都已经发话了 好 走吧 走吧 姐姐 没事的 小张还是走吧 秋迟 你说 这可怎么办啊 秋迟 是 司成 秋迟啊 你什么都不用说 此事 绝无商量 学生不是来与您商量的 我是来告诉您 这孩子我管定了 骆秋迟 自你间书院以来 先是跟书院的学生们闹纷争 后来又在文人宫的寿宴上 跟文武官员结院 现在 还想公然违抗朝廷颁布的禁令吗 秋迟 你是要可考入室的 你这样事事与朝廷作对 这对你将来 到底有什么好处 司成 学生这不是在与朝廷为敌 而是在与布公为敌 您近日可曾出过城门 见过外面的灾民景象 他们现在连解决温饱 都是问题 而我们 却在这里谈笑风生 高枕无忧 你说的这些事 不是靠你我一己之力 就能够解决的 所以就要助纣为虐吗 司成 您可曾记得 您跟学生说过的话 你们身为读书之人 想要救世纪民 那就是科举入师 以你们所学治理民生 我们的职责 就是要把你们培养成 一个个都能为民做主 为民做事的好官 学生以为您是司成 您教我们 是希望我们将来能当一个 济世救民的好官 可现在 您因为区区一道禁令 就罔顾一个孩子的生死 您叫学生如何信服 您天天读圣仙书 口中说着为善之道 现在需要您解救的灾民 就在您眼前 您却装着视而不见 您叫学生如何信服 既然司成不愿意帮助 那学生也不勉强 这个孩子 我会自己安置好